不管是居隔 不管是確診者 只要你依法可以出門的話 你就可以到我們的投開票所來投票 那你到底可不可以出門呢 這個是根據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 這個不是我們政策上的一個作為 而是法律的這個規定 針對這個確診者跟這個居隔者 能不能外出投票 其實指揮中心他們有做了一些透露 也就是說他們已經開始想要沿你解套的這個方案 不管是居隔 不管是確診者 只要你依法可以出門的話 你就可以到我們的投開票所來投票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只要你有投票權 包括你的投票通知單 我們會寄給你 選舉公報會寄給你 選舉人名冊就有你的名字 你的選票我們也印好的等在那邊 所以所有的準備工作在選務部門都已經做好了 沒有任何的差別待遇 那你到底可不可以出門呢 這個是根據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 這個不是我們政策上的一個作為 而是法律的這個規定 所以這一點務必請大家能夠了解 我們所了解的都是在這個指揮中心 包括在行政院 他們的防疫會議都有往這方面在做討論 至於討論的結果如何 什麼時候會做宣布 有沒有調整調整的幅度怎麼樣 我們都尊重指揮中心他們的權責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的就是選務的部分 我們隨時做好準備 只要你出門 我們就可以讓你投票 而且呢 我們還要呼籲大家 都要共同遵守防疫的規定 Irröm 跟測 consensus 同遵守防疫的方法 還有就是 我們開始去的